OK 不好意思我今天沒有做任何的PowerPoint 然後先跟大家小小的自我介紹一下 我叫吳明華 然後你們可以叫我ZX 是我的英文名字 那我常常在外面就是做一些小型的演講 那我在演講前很喜歡做一件事情 就是做一點小Hands up 那大家有打過工的人舉手好不好 讓我知道一下 那除了餐飲業之外的人 舉手 還是有蠻多的 OK這樣就好 像是其實我在接觸就是酒類這塊的東西 其實就蠻像是餐飲業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有時候我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我很喜歡了解人家不一樣行業的人在做什麼事情 因為老實說餐飲業這個東西我碰蠻久 對啊 從我剛開始上大學的時候 我第一份打工是接觸壽司 你知道我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壽司師傅 可以跟我PK 然後之後我發現就是 上大學之後 大家都是從零開始 很多人在高中的時候玩了很多不一樣的社團 然後或者是接觸好多就是不一樣的朋友 然後我看大家高中有些成果發表會 有些都是非常非常讓我驚喜 但是上大學之後 大家都不會再討論那些事情 可能大一一進來 大家freshman的時候 還會討論一些說 欸我高中做了什麼事情啊 開始到了大一之後 就沒有人在討論那種事情 然後我才漸漸想說 欸對啊 那大學除了讀書之外 我還可以變成怎麼樣的一個人 其實那時候我完全沒有任何想法 我那時候也不喝酒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喝酒是一個就是很傷身體的事情 而且我對這個也沒有熱情 對 然後我開始 因為我非常非常的多方面接觸 什麼樣的事情我都可以接受 然後 有 嗯 有一個小小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今天 不是一個通才的話 那就專心碰好一件東西 如果今天你不是一個專才的話 通才的話 那就 就專心碰好一件東西 就變一個專才 如果你今天不是 我超會跳舞 我超會唱歌 我超會演戲 我可以成為那種全方面的藝人的話 那就 好好 唱歌 例如說唱歌很強的就好好唱歌 所以那時候我想說 呃 與其就是玩很多 很多 多樣化的社團啊 參加很多樣戲學會那種東西 我還是不如專心好好玩那樣東西 然後因人際會就是因為 我有個好 很愛喝酒的朋友 他就 拉我進去調酒色 然後我就進去調酒色 然後我就進去調酒色 接觸了酒這個 有趣的東西 那時候我覺得很無聊啊 因為 我只是捧我朋友的場 然後那時候 進去調酒色之後 欸 學了一個學期之後 發現 社團裡面可以帶給你的東西 實在是有限 所以真正要 學到更多的東西的話 就是要踏入食物 對 食物這個東西可以帶給你更多 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很多大學生在外面 一直積極的爭取那種 我要實習的機會啊 為什麼 為什麼實習的機會那麼搶手 是因為 那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 可以讓你學到工作 跟 就是 非工作 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橋樑 對 所以我接觸了 調酒這個工作 我一開始 跟大家想像的不一樣 沒有那麼風光 是洗杯子開始 我在一間 就是 已經倒掉的夜店 洗了半年的杯子 一杯酒都沒有調 然後是非常非常 簡單的開始學到 就是 調酒的時候是已經過了 差不多半年之後 我換到另外一家店 然後那間店現在在 就是 信義區 非常非常紅 它叫MIST 可能有些人聽過 有些人沒聽過 然後後來我也跑去 就是 一間 也是非常非常知名 叫Loxy 反正在這些工作的期間 我認識了 莫名其妙的人 然後也經歷過 許多莫名其妙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堅持一件 非常非常就是 就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 堅持我自己 喜歡的事情 就是 一個 就一個就好 就是酒 這個熱情 所以如果 剛剛說要三個 就是 來自我介紹我自己這個人的話 我真的 有點想 難想到其他事情 我只想要酒 酒 再來酒 然後 所以 後來 自己在開始學 就是酒這方面 這個東西的話 開始覺得 欸 自己學這個東西有點孤單 然後 學完之後 想要把這個東西 分享出去 然後想讓我自己身邊 更多喜歡酒的朋友 都可以 了解到 酒這個文化 所以我開始在 各個大學 就是做 巡迴的演講 然後都跟 講酒有關的知識啊故事 對 那最遠的話 就跑到台南的城大 然後 也有什麼東海啊 什麼台北 對 其實蠻多學校 我都去過了 然後 在這個期間 就是我自己發現 欸 自己學到的東西 然後開始把它 用教育的方式 教育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一樣的故事 就是 嗯 舉例來講好了 你們覺得威士忌 是用什麼樣的東西做的 大麥 大麥 除了大麥之外 還有什麼樣的東西 酵母 啤酒花 其實 最重要的 做威士忌兩個東西 一個是大麥 第二個東西是水 對 因為大家都會忽略 威士忌是異議題這個東西 那 光是水這個東西 我可能就可以講一堂課 對 就是 我們很喜歡 結果我發現 我跟我幾個朋友很喜歡研究 就是把東西研究很透徹 然後我們會了解就是 蒸餾的過程中 那個廢點的差異 然後會影響到 什麼不一樣的東西 就好有趣好有趣 但是可能大家會覺得很無聊 就是 我自己 對就是酒的一點小小的 就是堅持 對 那像很多人都覺得 靠 你在做Bartender 這個工作 應該就在把妹 把來把去 其實我覺得 我發現 我損失好少 好多把妹的時間 我應該 就是其實 我其實 真的是因為接觸酒之後 然後就是對酒有點 就是狂熱 然後 開始 真的是花很多心思 在研究酒這個路上 對啊 然後之後 我在台大辦了一個就是社團 它叫做 威士忌的拼飲研究社 對 對 我是台大的學生 對 然後我是讀會計師 跟 我跟什麼餐飲那種無關 對 然後之後辦了那個威士忌的社團之後 發現其實 欸 台大人滿多人喜歡喝酒 其實他們 很多人喜歡喝酒 不是說那種 就是 乾啦 喝啦 今天把這罐喝完 不是這樣子 我們是 真的靜下來 我們聞 我們看它的酒的顏色 然後我們喝它的味道 然後我們做出一系列的分析 然後大家互相討論說 欸 這個有什麼堅果的味道啊 這個有煙燻的味道 就是 非常非常多的創意 或者是那種 奇怪的名詞 在品酒的過程中 大家會突然討論出來 就像是什麼 太妃糖啊 或是鞋櫃的那種味道 就 就覺得 在品酒的 就大家在交流的過程中 又發現酒又到了另外一個 不一樣的層次 對 那 其實我覺得 在接觸酒的這個過程中 就是 讓我更另外一個方向的成長 是 我後來經歷過這間店 這間店在後院 就是 它叫威士忌的博物館 對 那整面牆全部都是威士忌 從那邊到這邊吧 可能比賽還要再大一點點 就是全部都是 有關威士忌的一間 酒吧 對 然後 進去那間酒吧 我一開始是學調酒 所以很多東西要重來 我開始 一步一步的學威士忌的 一點一點的知識 從 從那次之後 我發現 酒的知識已經不再是 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存在於酒吧當中 我相信 很多人都知道 Bartender 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把一杯酒調到平衡 我不能太酸 我不能太甜 我不能太苦 我不能太辣 不然客人會喝不下去 那我到了這間酒吧之後 我發現 把這個東西 把一杯調酒做到最平衡的這個東西 已經 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了 我開始要 學會一個 一個 更不一樣的層次 來表現說 Bartender這個職業 因為很多人說 Bartender是一個 就是客人 跟酒吧間的一個橋樑 我可以帶給你很多故事 我可以 紓解你心情上面的壓力 我可以 我可以調一杯酒 讓你流眼淚 之類的這種東西 對 而不單單只是 把一杯酒調到平衡 就是 這個東西又回歸到 我當初為什麼想要 就是學習酒這個方面的東西 我用一個方式來舉例 大學在讀的書 已經是 最基本要求學生的一個 最重要 最重要 最基本的東西 那如果你在大學四年 你只有學會讀書的話 那you're nothing 除非你是要做專業的東西 例如說你要當一個醫生 那另當別論 但如果你今天你是一個 存在於台大學生 那你只有知識上面的東西 你出去社會 you're nothing 對 你可能連跟人家交際都不會 你跟人家講說 欸如果我這個東西 我要賣多少錢 就像是華盈街這樣 sell me a pen 對 但是沒有人會sell a pen 只有一些 真正有銷售技巧的人 例如說 欸我要你寫 欸不要破口 對 之類的東西 就是你會發現 你跟社會 你跟社會的連結 就是 真正是 你在大學接觸其他的東西 那些東西成長你 培養你 而不是單單只有 有客業上面的東西 那我在酒吧裡面也是一樣 如果我只是學那些酒的東西的話 對我來說真的是 too simple 那我真的想要了解的東西是 我可以在酒吧中學到 跟人之間的 negotiation 啊 或是我可以了解更多長者 給我一些知識 所以 我發現我越來越愛跟客人聊天 然後我跟 越來越多的客人變朋友 然後 就因為跟客人變很多 跟客人變朋友的關係 然後讓我們店的聲音 又可能變得更好之類的 對啊 然後又因為就是 我可能 自己在調酒上面有一點成就 然後 很愛代表台灣 常代表台灣去比賽這樣子 然後又接觸到一些 有關旅行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問 OK時間到 謝謝大家 來五分鐘QA時間 欸你說 聽起來就是說 當一個八天的對你的附加價值 其實蠻多的 像你學到這個應對進退 對啊 還有這個觀察的技巧 還有一些商業的技巧 那你有沒有想過未來 這個調酒當然是一個核心技術 你怎麼樣把這些附加價值 加在你整個未來的就業上面 你有沒有去思考過未來 要怎麼樣去 把這些全部東西 變成你的一個 所有的一個嘉賓的商業 OK 好 這問題其實蠻好的 就是大家都會想說 欸你做Barkender你要做一輩子嗎 那薪水低到跟麥當勞打工一模一樣 你還是考慮 就是回去做你的會計師 之類的這樣的東西 但是其實我在做每件事情的時候 其實我有仔細思考 就是因為我是商業 會計本身的一個底子 所以商業是我的就是 Marder Marder Background 所以我必須要運用我商業的東西 我才不會浪費我大學四年學的這些東西 那再來我喜歡酒 那我要如何把商業跟酒做一個結合 所以我從大二的時候 我開始去接觸一些酒商的實習 所以大家知道迪阿酒嗎 一間公司 他是賣Johnny Walker 那個威士忌的那個公司 對我在那間公司實習到大四 然後學習到就是酒商裡面 本身在做事的那些基礎 所以未來有一天 我也希望我可以進去酒商裡面工作 對我可以做一個非常非常稱職的Sales 或是做非常稱職的Marketing 因為我對產品知識的了解 可能比一般的Sales 或是Marketing的人才還要多 那再來我可能在酒吧裡面學習到 就是跟人應對進退的那種技巧 讓我跟客戶之間的關係可能會拉得更近 所以我會比較好做生意 所以這個打工可能是 未來我要進這份工作的一個就是門票 對我可能會因為這個門票而比人家更了解 如何做酒商業這方面的就是東西 對 再問一個問題 你剛剛有三層嘛 你現在講到的是 How跟你已經做到什麼東西 我想問的是核心的Why Why 你終極的目標 像有的人做社會企業 他是為了社會的價值 有的人為了賺錢 那你的核心的目標 終極的目標是什麼 絕對不是當一個保天的 終極目標 你有沒有想過這個 其實我覺得終極的目標到我現在 一直在思考 我還是覺得是以我自己爽為主 對 因為我覺得喝酒是一個爽 我不太想要改變人家喝酒的習慣 有些人喜歡狂飲 有些人喜歡慢慢的平飲 所以我不太想有一個出發點 是我想要終極改變整個酒類的市場的平飲模式 我也不會想說就是要怎麼樣之類的 但是我會想要做出一個我自己的on brand 我想要我自己的品牌 我想要我自己的酒 然後我想要把這個東西行銷到每個人的嘴裡面 這可能算是一個就是 是嗎 你想聽到的是這個嗎 Steven Jobs 他有提過嗎 他就是要改變世界 那是他的終極價值 那個外業的產品那些東西 只是話題 只是好 過程只是好 你的終極還是要想清楚 話題到底是 你要追求什麼 對啊 其實我也沒有想要做酒類這個東西一輩子 我只是覺得這個東西在我大學四年生活 讓我增加很多多才多姿的一個故事 所以其實有一天我可能也回去做會計業 對 這可能只是我大學的一個小小的成就 但我可能玩到了就是全世界第十六之類的這方面的名次 但是我覺得這不代表我的一輩子 就像是我高中然後我到了大學 我又是從零開始 我大學進入社會我可能又是從零開始 但是可能我有一些東西是我可以從大學 偷偷帶一點到工作上面 可能就是我這方面的經驗 對 我可能沒有想過 我要用它來做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樣的話會影響到 我自己對這個東西的喜愛 對 我相信Steven Jobs 他可能也不會整天拿著蘋果手機一直滑來滑去 他只是想要改變這個世界 讓這個世界過得更豐富 就是讓每個人生活更便利 但是他不會 就是把他這個東西 無時無刻拿在手上 就像是我不會無時無刻喝酒一樣 對 可能是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吧 對啊 最後一個問題 嗯 你的經驗啊 我感覺你非常厲害 而且你在享受那個過程 嗯 其實有時候目標 我想幹嘛 老實又不一定 但你的過程很棒 那我想問的是 你在這個過程中 最大挫折 最大挫折 有沒有快要讓你放下一次 你是為什麼堅持下去 有 其實中間有個過程 大概是我大挫那個時候吧 我講快一點 就是大挫那個時候 因為我成績非常非常不好 就是 但我也沒有到就是 就是要被退學那麼不好 就是我那時候成績非常非常不好 然後那時候我剛開始也是從洗杯子那個過程中 轉接到就是剛開始調一點點小酒那個過程中 我突然覺得 這個東西好簡單喔 就很像是我學完 麥當勞整套SOP 我現在可以幫人家點餐了 但是 但是我還沒有找到一個 就是可以讓我 維持我熱情的一個方式 對 我覺得有時候 熱情真的是一個 就是 幫助人家繼續走下去錄的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 就是 那時候 我碰到最大的挫折 就是我發現我熱情沒了 那之後 我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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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學到的東西 開始變成 教育 我剛才有提到的就是教育 然後開始到各大學去演講 這個過程中 我找到教育變成是我另外一種熱情 我開始又 又回去說 欸我想要更了解更多酒的東西 然後我開始 去做酒類教育這方面的東西 就是 中間有個橋樑 我還沒建立好的時候 我很挫折 但是等我建立好的時候 我又回復了我的熱情 對 這大概是一個總辯的過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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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